犯罪嫌疑人刚被压下飞机 在电视直播画面前 男子竟然埋伏在拐角处当众将其击毙 这一幕通过电视在全美直播了出去 如此恶劣的 全国人民都成了目击证人的枪击案要犯 竟然在宣判的时候被当庭释放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宣教爱与善良的朋友长 开头在电视镜头前面 杀人的这个人叫做莱恩·加里普拉奇 而他杀的人 这个罪犯竟然是他的好朋友 叫做杰夫杜塞 而了解了整个杰夫所作之事 我想在座的各位 可能都会像加里普拉奇一样 想要弄死他 咱们一起来到1983年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图鲁日 来看看这令人发指的杰夫杜塞侵害案 杰夫杜塞 现年25 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图鲁日 开了一个空手道馆 专门教小朋友学习空手道 巴图鲁日的居民加里普拉奇 在上面的图中 看到了这家空手道馆 也接到了空手道馆发的广告 他就想让自己 10岁的儿子乔迪去学习空手道 为啥呢 这个家里从小就身体瘦弱 在小学和中学期间 就被同学欺负 童年阴影 一直影响到后来的人生 影响到他的性格了 有时候很懦弱 有时候又非常冲动 而且有点目强 讨好些人格 而儿子乔迪呢 可能是遗传的原因 身体也比较瘦弱 再加上最近家里和乔迪的妈妈 关系一直不好 正在办理离婚手续 乔迪受到的影响很大 性格也比较内向 家里就怕乔迪跟自己一样 在学校受欺负 所以想让乔迪过来学空手道 学了武功 谁敢欺负他呀 在确定乔迪要来之前 家里自己到这块体验了几节课 他对这里的教练 杰夫杜尚非常的满意 他看到这个人呢 对孩子非常好 性格温和 贪图幽默 跟杰夫相处几天 家里也跟他成好朋友了 后来有人就分析了 家里当时是自己 牧强的心态发作了 他看杰夫身手了得 还那么谦逊 他就非常容易 接受了这份友情啊 不久之后 家里就把乔迪 送到了杰夫的空手道馆 进行训练 而杰夫对乔迪 则展现了超出以往的 热情和喜爱 家里对此呢 并没有放在心上 单纯以为 就是自己儿子太可爱了 而杰夫太有爱了 后来杰夫跟家里一家儿啊 走的是越来越近 甚至经常去他家吃饭 而乔迪的学费 不仅仅去杰夫那块学空手道了 有时候杰夫还会接乔迪出去玩 一玩就是一天 甚至在杰夫家过夜 就这样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家里也没有觉得有任何问题 直到1984年2月中旬的一天 乔迪被杰夫接走之后 一直没有回来 家里给杰夫家里打电话 电话没人接听 到了晚上 该送乔迪回家了 杰夫也没有送 家里感觉不对 会不会是出事了 他想的是 是不是俩人一同遭到了不测 于是他在当天夜里选择了报警 警方接到报警之后 非常重视 进入杰夫的家里查看 没有发现二人来过的痕迹 又去调查杰夫的车辆 也是一无所获 到现在 家里还是认为 杰夫很有可能 跟着乔迪一同出事了 有可能是遭遇了车祸 或者是被袭击 亦或是绑架了 可警察找了半天 仍旧没有任何线索 甚至通知了其他州的警方 一同配合寻找 但仍旧是一无所获 直到十天之后 家里的妻子接到了一个电话 竟然是杰夫打来的 家里的妻子接到电话之后 只听到杰夫说了一句话 然后就挂断了 幸好警方查到电话的具体为止了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 安纳海姆市的一家汽车旅馆 安纳海姆市位于美国的最西部 杰夫竟然带着乔迪 穿越了大半个美国呀 加州警方上门将杰夫控制 而乔迪则蜷在角落里 是瑟瑟发抖 加利和妻子迅速赶到安纳海姆市 接走了乔迪 回到家之后 乔迪告诉了爸爸妈妈 杰夫对他所做的一切 原来在乔迪和杰夫 接触的这将近一年的时间之内 杰夫一直对乔迪 做着不可描述的恶劣之事 乔迪年纪太小 家里他们家呀 还是非常保守的家庭 从来没有当着孩子的面 说起过性相关的内容 所以乔迪根本不知道 杰夫所作所为是在干什么 杰夫还在欺骗他 说这是空手道的 一种特殊的训练方式 小乔迪信以为真了 后来他很害怕去杰夫那里 可家里却认为 小乔迪是在偷懒要放弃 一直劝说小乔迪要坚持 小乔迪哭了好几次 都是家里把他硬追上汽车 硬送到杰夫那里 知道真相之后 家里是懊悔不已 他想要送孩子去学空手道 害怕孩子跟自己一样被欺负 童年阴影挥之不去 没想到竟遭受到了更大的创伤啊 小乔迪还告诉他们 杰夫想要把他带走 还要求他喊他爸爸 不喊杰夫就打他 杰夫还把小乔迪的黄色头发染成了黑色 因为杰夫就是黑色 这样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被杰夫带走的十天里头 他每天都要遭受杰夫 残无人道的各种折磨呀 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无以言表的创伤 小乔迪在杰夫那里一直哭闹 要给妈妈打电话 杰夫实在忍受不了了就打了这个电话 可刚通话他不知道说什么 也是害怕被警方发现 马上就挂断了 没想到还是被警方追踪到了 回家之后啊 乔迪每天都在惊恐中度过 甚至有人说出杰夫的名字 他都会被吓得哇哇大哭 家里恨死了杰夫啊 他不想儿子永远生活在这个阴影之下 他觉得只有杰夫还活着一天 乔迪就一天不会快乐 同时在80年代的美国 对于这种对待儿童的犯罪 判罚还很轻微啊 他咨询了律师 律师告诉家里 杰夫顶格判罚最多也就是五年 如果能够假释的话 可能在监狱里面待个一年两年 那就出来了 他出来了 还会不会再伤害乔迪呢 想到这些 家里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除掉他 可杰夫现在已经被警方逮捕 被挂押在监狱里面 根本见不到他呀 他找到很多警方这方面的人去打探 没有任何作用 此时一个记者过来采访家里 这个案件引起了很大轰动啊 记者也是闻风而来的 记者和家里遇到一个酒吧里面喝酒 记者是不胜酒力 很快就醉了 以至于记者没有在家里这块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家里却听记者说 过几天要去机场拍摄 拍摄什么呢 拍摄杰夫从加利福尼亚押送回来出机场的画面 家里追问到了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航班 他觉得机会来了 1984年3月16日晚上9点30分 杰夫杜塞的飞机在巴图鲁日大都会机场是缓缓降落 两名警员押送着他下了飞机进入了机场大厅 好几个摄像机都对准了他 可所有人都没有发现 家里就藏在杰夫要路过的一个角落里面 等杰夫一过来 他掏出了早就上了堂的手枪 杰夫被枪击后是硬声倒地 工作人员连忙过来控制住了加利 加利被当场逮捕 而他的位子报仇被电视机全美直播了出去 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幕 当人们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 没有人认为他是枪击的罪犯 而认为他是一名英雄父亲 罪恶的杰夫杜塞在当晚抢救无效死在了医院 加利普拉奇被以二级谋杀罪起诉了 他将面临终身监禁的判罚 加利觉得自己为了儿子 就算是下半生都在监狱里面度过也值了呀 可不想这个时候同情加利 支持加利的声音是越来越多 无数人都给法院写信 甚至到法院外面请愿 要求法院判加利无罪 他们的理由非常的简单非常的质朴 法官大人想一想吧 如果你的孩子被如此的伤害 你会怎么做呢 难道你就不想杀了那个伤害你孩子的恶魔吗 但法律就是法律呀 法律应该独立 法律不应该被舆论所影响所操控 退一万步说 加利也没有权利去决定杰夫是死是生啊 如果真的判他无罪 那和狂女的西部又有什么区别呢 但是民意难为 该如何平衡法与情呢 此时一个坏人常用的招数 被法官和家里的律师发现了 还记得高长咱们前面讲过国内的邓玉娇的那个案件吗 邓玉娇刺死两个骚扰他的官员 当时所有的人都支持邓玉娇无罪 可按照正常判呢 罪次也是防卫过当 也得蹲几年老吧 显然无法让群众满意 最后警方突然发现邓玉娇有吸力障碍 属于是部分括号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据此对邓玉娇免于刑事处罚 法律上合法了 民意上也照顾到了 双赢 大报文呐 放在家里这个案子上 律师了解了家里的行刑过程 劫夫的作案过程 又深入了解了家里的成长过程 哎 你说你小时候被霸凌过是吧 是的 你一直没有走出阴影是吧 的确 那你心里肯定有问题 然后再加上孩子这个事这么一刺激 我怀疑你精神出问题了呀 马上进行精神鉴定吧 鉴定结果不出意外 家里在案发的时候 已经丧失分辨是非的能力了 所以法官认为他这个是误杀 另外法官认定家里送进监狱 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 并且确定家里没有再犯的风险 于是最终判处加里普拉奇 有期徒刑7年 但是缓期5年 外加300小时的社区服务 加里普拉奇就这样被当庭释放了 释放之后啊 小乔迪在爸爸的细心呵护下 是慢慢长大 后来成为了性侵犯受害者的一个咨询师 帮助那些跟他一样的受害者 慢慢的走出阴霾呀 而家里呢 他和妻子和平分手 又重新组建了家庭 2011年66岁的他突然中风 2014年是再次中风 后因并发症是死在了疗养院的 享年68岁 案件到此全部结束 这个案件的处理方式啊 可以说是大快人心的 因为我们时常看到坏人因为精神病而逃脱硬的制裁 可这次是好人因为精神病躲过了牢狱之灾呀 但是我更希望法律越来越健全 越来越人性化 好人不用精神病这个借口 也能得到法律公平公正的对待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